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7月26日 今天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昨天法庭開審處理一宗爆炸品的案件 而這個案件中我便發現 竟然有其中一名被告叫楊怡斯 而有網友爆料給我聽 原來這名被告疑似在小學中擔任教職員 而且他現在仍在做 這件事令我反思到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這些危害國家安全 甚至有這麼嚴重犯罪的人 是否適合在學校教書 而近年來反華甚至港獨組織 他們的勢力是涉及到校園 進入了校園這件事 是否我們要提前戒備和警惕 一會我會將整件事包括楊怡斯是甚麼人 為何被捕後還可以在學校入面 做教職員這件事慢慢分享給大家聽 亦會和大家分析一下現在香港有哪些反華組織 是滲透了入校園入面 在影片開始前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便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影片正式開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2020年年初的時候 香港曾經發生過多宗的炸彈爆炸案 當中包括名外醫院 深圳灣口岸和羅湖港鐵站 都曾經試過出現爆炸品 而當時警方就在網上發現 有人在Telegram群組 亦是黑暴群組公開承認責任 而這個群組的名字叫做92簽 92簽這個群組可以說是黑暴的勢力以來 除了所謂的Black Block V小隊和屠龍小隊之後 是另一個本土恐怖主義 一個多大型的群組 而他們不僅是打嘴炮 甚至真的策劃在2020年1月27日 名外醫院的爆炸案 1月28日深圳灣口岸公事的爆炸案 和2月2日在羅湖港鐵車廂的爆炸案 而他們這群組連管理員 連當初有份參與的人合共六人被警方拘捕 全部被空以串謀導致爆炸等罪 而這件事已經事隔兩年 他們的案件在昨天終於提訊 這個案件在昨天由東區裁判法院 將案件繼續處理一些程序上的手續 將它交付到高等法院處理 大家知道高等法院的判刑七年起步 可見這次案件的嚴重性 但我留意到原來施隔兩年期間 當中有六人一早已被控 而在兩年後有兩個人亦被控串謀導致爆炸 和企圖製造炸藥罪 案件將會繼續交付高等法院 而這個案件將會在11月7日繼續審訊 而我自己發現原來有兩個人 獲批准保釋 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希望在今集中和大家說的 他就是一個29歲叫楊儀詩的一個文員 他自稱自己是文員 但近日有網友爆料給我聽 原來在網友爆料的情況下告訴我 這個楊儀詩竟然現職在一間九龍堂的小學中 擔任教職員 我聽完這件事後十分驚訝 為何他還可以擔任 原來當初法官批准了楊儀詩的保釋外出 這名楊儀詩他當時同樣被控告 就是串謀導致相當可能危害生命及財產的爆炸罪 而法官聽取他的陳詞後 准許他提供以十萬元和兩名擔保人各十萬保釋外出 也就是說是三十萬保釋金 而楊儀詩在保釋期間不准離開香港 不准騷擾證人 亦是每晚十二點至下一日早上七點遵守宵禁令 而楊儀詩猜不到他竟然在保釋期間 繼續擔任小學的教職員 我估計他未必是老師 因為小學和中學對於老師的品格要求十分高 但對於他們的助教或是一些民員的職務 就要求相對之低 我們看回楊儀詩在法庭上聲稱自己是民員而不是老師 估計他在學校中應該是擔任教務處的職員 負責處理學校日常的文件 但問題就出來了 是否他不是老師 未必可以面對面單獨跟一班學生在課室講書 就不需要看他的背景問題 這次據知所屬的學校就不開名 但這學校是中學和小學都連在一起 也就是說楊儀詩可以在學校中接觸到小學的六個年級 加上中學的六個年級 包括連在一起是十二個年級的學生 是可以完全接觸到的 雖然他是教務處的職員 但大家讀過書都知道 教務處的職員有時候都會和學生玩成一片 甚至可以成為朋友 亦是學生尊重的師長其中之一 楊儀詩有爆炸案的背景 為何又可以獲得小學的聘請 是否做民員就可以撇除他爆炸品的問題 而校方又有沒有想到他有機會在學校中 把他暴力違法的信息散播給一班小學生和中學生 這個情況實在令人憂慮 到底我們的中學生小學生會不會陷入恐怖主義的危機 會不會是他們透過同學生的接觸 有學生給他洗腦 而亦曾經有報導指出 他們這92簽的組織中 其中一名被還押的男子 曾經在還押期間自製非法的導電裝置 我們可以從這些事情中已經顯示到 黃人他們有時極端起上來 就算坐牢都是心不死的 如果他們打算滲透校園向學生洗腦 而令他們成為恐怖分子 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事實上多年以來 香港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組織滲透校園 這也是我今集最想說的主要內容 就是我們如何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在我昨晚的直播跟大家說過 就是港大將會在下個學期開始 就要強制學生修讀國安課程 而香港原先的八大院校 都已經開始了 當然都會大學還未開始 我是有點磨不著頭腦 不知道為何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 教育好我們的學生 防止這些反華的勢力 一些暴力的勢力 甚至恐怖主義的勢力 滲入校園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此我必須要和大家整理一下 揭露一下現在到底有甚麼組織 在滲透我們學校的校園 多年來反中亂港的勢力不斷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權威 以顏色革命去干預香港的事務 涉意管吹一些所謂的公民革命 公民抗命 民主自決這些荒謬的論述 同時亦利用青少年學生 他們本身是渴望得到關注的特質 去滲透校園 美化暴力 煽動暴力 教唆學生 協逼學生去參與違法的事情 甚至是金錢利誘他們 導致年輕人甚至學生會成為2012年的反國教 2014年的違法佔中 2016年的旺角暴動和2019年的黑暴事件 可以見過去這十年他們已經組織了四次 由學生去帶頭 甚至大批學生參與的違法活動 至2019年來更有過萬名的黑暴被拘捕 當中超過四成 也就是四千個學生 是因為被煽動洗腦而違法被捕 我們看看相關的資料 2007年反華組織 一個叫Hong Kong Refugee Advice Center 也就是香港難民建議中心 而這個難民建議中心本身在香港 聲稱為少數族裔和難民提供法律支援和其他服務 而他在2007年成立後不停舉辦很多包括人權活動 他的主力本身為難民甚至少數民族爭取權益的組織 本身理應受到其他人的尊重 因為他是一個無私幫助他人的組織 但是他成立開始到現在 我們看到原來他是有陰謀的 在2014年開始 不知是否因為看中香港公民運動年輕化的跡象 他們突然間由關注難民的組織改名 改了做Justice Center Hong Kong 也就是公平香港中心 而他這個轉型是明顯想滲透校園做準備的 這個所謂的Justice Center 一直有收取多個反華組織的錢 包括大家為之熟悉的美國民主基金會NED 一個開放社會基金叫OSF 台灣民主基金會TFD的資金 亦以植入人權律師為名 組織多場洗腦中學的一個計劃 當中包括推廣合作的學校計劃 School Engagement 向國際的語科文憑考新提供所謂的人權相關課程 亦都協助學校成立所謂的公義社Justice Club的學會 就要學生在中學中反思如何在社會上搞公義的事情 做公義的事情和如何對抗不公和極權 這不是滲透校園是甚麼呢 而這個組織亦都會和學生以人權包裝 灌輸一些反政府的思維 亦都會招攬一些中學生去和其他所謂人權組織 人權學者去有定期的接觸 聲稱幫那些學生報大學做招來 實際上是令到那些學生更加相信他們的組織 以及他們的組織所說香港政府不作為的這件事 而黑暴期間 亦都有新成立的一些所謂的工會 當中包括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和反中亂港的黑暴組織有密切的聯繫 這個工會曾經製作過三本兒童的刊物 相信大家都記得 所謂的十二郎村 就是說那十二不是郎村 是羊村 十二隻羊被人拘捕或是潛逃 那個人 他們利用兒童的畫作向兒童滲透 反修例入面黑暴的一些惡行 是美化了他們 亦是扭曲了事實 令到小蚊子和黑暴 中間他們的惡行 是有誤解 和扭曲了他們的印象 這個活動更加針對五至八歲的小朋友 進行政治洗腦 曾經舉辦過所謂的讀書會 分享上述的一些繪本 去介紹這本書給五至八歲的小朋友 我們經常都說 你要搞就搞大人 搞小朋友有沒有道德 有沒有良心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叫光誠者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光誠者的案件有部份的金主被捕 組織的資金輸送錯綜複雜 當中包括黎智英、Mark Simon、李宇軒等等 而當中更加是拘捕了一名 當時在浸大持續教育學院的職員 負責操控光誠者三名中學生 參與製造和放置炸彈 甚至策劃恐怖活動 這件事已經可以正正反映出 連教職員 都要參與爆炸案甚至煽惑學生 中學生 成為 爆炸案的死事 成為他們的棋子 所以在這裏我們必須提醒大家 學校也好 家長也好 必須慎防提防學校有這些不法之徒 在黑暴時期已經有人說要在學校 捉起人鏈 手拉手這種動作 讓黑暴在街外滲透到校園 大家不要看小手拉手牽承人鏈的動作 這個動作表面上是一群中學生 自發出來 要為所謂的爆眼淚 社會上的事情發聲 實際上 就是有些黑暴透過這些活動 滲透校園 他們透過這些活動去認識這群學生 交換contact後就容易在學校 去吹使導這群學生在校園招兵買馬 甚至叫這群學生把這些信息在學校廣傳 正常來說這些人是無法報入校園 因為他們 是無法通過校園保安這個門口的職位 這個位 但是 相比起捉起人鏈的時候 當中會夾雜著很多無緣無故出現 早上五六點就在學校門口 說要讓人拖手的人 他就在滲透校園的一份子 而家長亦有責任檢查清楚 你子女每天和其他人聊天的內容 包括他的手機會否牽涉到一些 犯法的事情或極端的思想 我希望家長在這方面 要做好一點 當然我明白有個人私隱的問題 但是家長有很多方法可以了解自己的子女 特別在黑暴時期我們看到有很多單親家庭 或者家庭缺乏 一些父愛或者母愛 的一個家庭入面的小朋友 出來參與暴動 他們希望透過參與暴動 參與社會事件 得到認同感 和身邊朋友的支持 從而獲得他希望獲得的所謂愛 而往往是因為家庭入面 大家對於小朋友的發育缺乏了關心 關愛所以才導致 我相信沒有一個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 走進去不歸路甚至是坐牢 自選前途的事 哪怕是現在的家長 他們帶著他們的小朋友出來 在街頭示威 我也不相信他們會覺得 或願意見到自己的子女走上前線的汽油彈 還要被拘捕 每一個家長都會熱愛自己的子女 深愛自己的子女 所以 懇請家長和學校都必須提防警惕 甚至阻止這些暴力思維滲入校園 而今次說的這個案件 我將會寫上學校質問一下 為何這名爆炸品案件的人 依然還存在在那間學校裏面 是否覺得他做文員沒有影響力 事實上被他接觸到這些年輕人 已經是社會上最大的危險 哪怕他不是大規模地 12個班級都可以 接觸 但如果他接觸到一個兩個 已經是一個很強大的傳播力 甚至後果是不堪設想 所以懇請各位家長 除了提防 學校裏面出現這些極端思想散播 自己的子女出現這些極端思想 甚至受人操控之外 亦要教會他們 甚麼是外國 怎樣 維護國家安全 怎樣做好守法意識 這正正是我們現在香港2022年最需要急著做的事情 再遲不是不行 但我們失去的年輕人將會以一代一代有一代計算 懇請大家幫幫忙把年輕人在危險的邊緣拉回來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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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